唐总 夏总监李克贤 有没有跟你们交代过什么 没有 唐总 这是夏总监 从米兰物色来的设计师档案 他让我修下版式 今天给您看一下 唐总 我省然还有五套样品新衣 等着夏总监确认 他不确认的话 我们都没有办法 往下进行工作 从现在开始 夏总监所有的工作 送到我办公室 是 我也联系不上夏总监了 是 我也联系不上夏总监了 老板 唐总 唐总 宣哥 夏总监电话 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我也怎么回复 从现在开始 把夏总监的所有的业务 都拿到总经理办公室来 那 好 什么事 就还有是那个 一通米兰JK设计师的 罗伯特打来的 他说他只跟夏总监一个人交谈 我知道了 宣哥 出去 罗伯特 我说明轩 我是明轩啊 雪凌今天是回来过 但她走的时候是拿着行李箱走的呀 她跟我说是出差的呀 她 她 她能去哪儿啊 来 林哥 老夏 雪凌找不到了 那手机又关机了 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拿着行李出门 你报哪门子警啊 你报失踪啊 你这不让人笑话吗 关上我们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呀 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万一遇到什么意外怎么办啊 我想她啊 可能就是想清静两天 我不知道雪凌又在闹什么情绪 但现在公司里边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等待她来处理 说阿姨 她要是跟家里有什么联系 麻烦你们让她马上给我打电话 明轩啊 知道了 知道了 这样 明轩 雪凌一旦跟我们联谊上呢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她 说你有急事 等她回公司 行吧 那我先走了 你说她这人怎么这样啊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不知道心疼咱们雪凌 满脑子想的就是工作 雪凌为什么这么做 她比谁都清楚 你要是当着她面 把话都说白了 你觉得有意思吗 不是 我告诉你 没意思 喂 亲爱的大小姐 你在哪儿呢 公司都会乱成一团了 唐总听说刚刚从你家出来 肯定是急得不行不行的了 你说这么下去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我心里有数 这点小事情是不会影响到明软的利益的 再说了 就算发生什么事也不会连累到你了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不是担心我 我不是担心你吗 我不是担心你吗 你说你这一早 公司一大半就等于瘫痪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唐总的脾气 没事的 我很了解唐总 我们去好好动你的架板 行了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啊 多亏了你啊 让我在这旅游的淡季享受润实的风光 两个字舒坦 那你玩得开心 好 拜拜 宁萱 当你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你该意识到 我有多重要了吧 去哪个人 都没人家 都没人家 要不切 都没人家 我说你 还是这样 那些ηνhan 小香点亮了四面 风清零 在春的光颜中交舞桌边 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心自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醉是那一滴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剩凉风的娇羞 时光如水总是屋檐 若你安好便是清点 在室内低头的温柔 到一生真正里有着甜蜜的忧愁 时光如水总是屋檐 喂 明轩 国内现在是凌晨吗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刚回来公司的事别动 在干嘛呀 多多回国了 我在打扫卫生 他们俩和好了 我觉得吧 回去的路上就和好了 这多多走了 就剩我一个人在家打扫卫生 辞旧营兴 我能不能申请做你的新室友啊 可以啊 不过你要排在孟静的后面 孟静马上就要搬进来了 好像要住两年呢 我是你男朋友 然后我排在孟静后边 没办法 他已经签了合同了 你只能排在后面了 我跟你说 你男朋友是个实力人 把你那一整状工业都买下来的 对对对 你买你买 我就不相信你会做这样的蠢事 好了 不跟你说了 你开车要注意安全 回家跟我说 完了宝贝 晚安 走了 判 ticks 晚安 雞 总算法 会想避免 对你的孩子 together 最后一步 我试试 我觉得feeding 来 来 来 嗯